在海拔五千米级别的高山中,伯格达峰的攀登难度排名第二。 大气环境的变化和频繁的人类活动加速了冰川消融。 为了保护冰川,伯格达峰不再对外开放。 或许远眺而不去打扰是欣赏他的最好方式。 向西飞行,抵达陵山。 陵山海拔超过两千米。 地势垂直抬升的过程中,气温逐渐降低。 较冷的气候导致地表树木逐渐变少,形成了陕西境内唯一的天然草原。 两千多年前,秦仁就发现了这片牧场,开启了在这里放牧羊马的历史。